台东市区中华路上一个转角 有一位33岁的单亲妈妈 她在路边卖地瓜 她独自抚养两个子女 10岁的女儿听说仁安基金会 正在筹措韩市吃饱的尾牙宴 拜托妈妈把自己的铺满给捐出来 虽然这家人他们一个月收入 才1万块钱左右 不过妈妈坚持要实现女儿的愿望 不管刮风下雨 简妈妈都会推着小小的摊车 在台东市区中华路上卖地瓜 这天风超大 遮阳伞好几次差点被吹走 简妈妈会伸手撑住 继续顾着这个维持佳绩的小摊车 因为我在高雄也有很多就是在卖地瓜的朋友 我会问她怎么卖 然后卖完不讨的时候我就说那我教你怎么样 我就是把它买回来 然后做那个地瓜煎饼地瓜球 因为亲子现在很提倡这个亲子互动地瓜 她也不想这么辛苦 但是失婚单身之后 两个孩子要养 还要付房租 一个月你如果说再加地瓜的话 差不多在1万7万8个 因为我没有每天 这个没有每天 地瓜要看生意的情况 还可以过得去 我最少 最少的时候就卖到两条地瓜 两条地瓜 超不好的 但是也没办法 不会啦 其实回去还有地瓜可以吃啊 十岁的问婷 放学后会来找妈妈 很乖 很会照顾自己 不吵妈妈 要是生意不好 她会自己打发时间 不过这天 问婷一直坐在妈妈的摩托车上 不太好动 因为她的铺满 放在脚踏垫上 铺满很重要 要捐给 仁安基金会 不能丢掉 打扫 妈妈就会给我零用钱 因为这是妈妈 钱的 然后 是给我的 所以我觉得 捐给 别人上市 问婷根本不知道 铺满里面 有多少钱 只是因为妈妈 以前没工作的时候 带她一起去吃过 韩式尾牙 她觉得这些钱 应该可以让很多人吃饱饱 也要买笔啊 买橡皮擦 家里有很多 那个租工会变成别人的 好可惜哦 没有关系 台东这里 目前的募集状况 只募集到四成 四成左右 很少 对对对 那可能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这当然 我们当然也知道 那当然也还是希望说 有一些 有心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做爱心的朋友 也可以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仁安基金会 今年的韩式尾牙 能不能办得成 还不知道 但是问婷心里 一直记得那个尾牙 幸福的味道 她的小株铺满 应该也可以让大家 一起幸福 记得赖永诚 台东市报道 我去哪里 感谢观看